好 两岸题 没想到呢 却是从金门开始 我们持续带大家来关注 大陆渔船翻覆的两死事件呢 那现在到底会不会 是有所谓的书面致歉呢 到昨天为止我们都说 九次协商畏果嘛 还是没有默契 但今天告诉大家最新消息就是 早上呢 第十次协商了 结果呢 谈完之后 好像更沉重了 大家都是面色凝重的离场 好 今天的第十次 一样是闭门的这个会议 50分钟之后呢 大家脸色都不好看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今天有综合整理 那很多媒体呢 就开始关注了 翻出一开始曝光消息的时候的照片 然后呢 请教专家去找线索 我们看到这是靖周刊呢 他曝光的这个照片 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他说呢 两句闲外机 明显朝右 还有操车桿 就是渔船的方向盘的意思啦 也是推到底 所以他研判这快艇 可能当时是处于右满舵 形同是高速急转弯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吃水浅 重心偏移 三大原因造成翻船 好 但现在呢 官方没有证实 这个是周刊今天的报道 那至于没有密錄器 难道就不能还原真相吗 还是说其实有一些证据 但不敢拿出来呢 我们先来看哦 退役的将领 前空军副司令张炎廷 张将军说 岸上 他说路上有暗计对海 搜索雷达的轨机啊 海巡一定都有 雷达轨机可以拿出来 但为什么这些都没有 是不是有什么引擎 还有呢 栗正杰 栗将军也说 一定有雷达轨机图 我二十几年前 在金门就看过 还有一个是通话的 无线电一定有 好那现在呢 媒体人也开始在分析了 这里面到底没有猫腻啊 伯基黄阳明说 目前不利海巡的这些资讯呢 都是金门地检署对外证实 包含有碰撞没露影 要以过失致死罪来侦办等等 对案会不会觉得 这个司法或许是可信的哦 讲金门地检署 好但是呢 协商未果之后呢 大陆的国台办法人出凤联呢 当然他也直接呛管碧琳了 整体事件当成个人的政治表演 极为冷血 奉劝这位女士将心必心 然后当时候就说呢 在网路上开直播的时候呢 管碧琳的账号 有可能是他小编啦 有可能是他个人啦 反正呢 这个账号就是同步在看直播 有传出这样的消息 但是有国安高策也在分析哦 他说一开始就定调为 海上执法事件 无关政治 所以呢 中方是利用这件事情 操作灰色地带来压迫 他说大概有两三坡 在社群的操作 以及呢 观光船登检 试图要升高情势 好那接下来 这件事情怎解 会不会有美国的介入呢 亮哥先分析 接下来呢 台湾就用一个书面表达 一定程度的歉意 府未经传出 大约人民币140万 好以上都不是官宣 以上都还是只是传出而已 好谢寒冰 寒冰哥说 如果能用这种方式解决 当然比较完美啊 但是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为什么我们的海巡高官回台 又突然回金门 我认为应该是 美国的压力 要他们一定要谈好这件事 因为美国也不想要 节外深知 好立委谢龙介事认为 海巡在过程当中 隐瞒掩盖真相 批评管碧林少同理心 好另外呢 许巧新是炮轰 冷血的 还有民进党的立委 测议跟网军 把关心真相的人 全部抹红成中共统路人 管碧林他个人是身为 中华民国的官员 他也在捍卫中华民国 执法单位的立场 只是在这个人命丧失的过程当中 就感觉上好像少了一点 这个同理心 就人死为大嘛 那整个过程还有一些隐瞒掩盖 事实上处理的不漂亮 我认为冷血的这个 不会只有管碧林 这件事情让我看到 很多的民进党的 包含立法委员也好 包含他们的这个侧翼网军 然后乃至于他们在 政论节目上面的名嘴 都把说关心这个事实 跟真相的人 全部抹红成中共统路人 但他们忘记了将心比心 今天我们反过来谈 如果船上的 翻覆的死亡的是台湾人 那撞到的是大陆的海警船 然后呢他告诉你没有影像 他也不公布通联 也不公布船体测试报告 船也不还你 然后呢政府呢 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来回应我们 我相信全国的国人 都会非常非常的愤怒 也会要求说 要跟中国大陆讨公道 将心比心 对方不是也是这样吗 好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大家都记得 在手机里面 帮我们按赞应援吗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这个现场是今天呢 大家脸色都不好看 谈得怎么样 今夏海域的大陆渔船 翻覆事件呢 两岸的代表呢 第十次的协商 不过海巡副署长 许静芝稍早离开的时候 好像脸色蛮凝重的 面对是否陆方同意 从公开道歉 改成书面致歉 以及是否达成 赔偿金的共识 都没有多做回应 最新消息 我们连线给记者 林博瑞 今夏海域 中国渔船翻覆事件 两岸经过数次协商 仍然没有具体成果 那么在今天呢 双方再度展开 第十度的协商 不过我方代表 海巡副署长许静芝 今天离开协商 现场的时候 神情并不好 同时呢 面对媒体的提问 也没有多做回应 快步离开现场 先带来看 稍早的现场情况 有消息指出双方历经九次协商 态度方面呢 也有一些软化 所以呢 陆方可能已经考虑同意 将原本坚持的公开道歉 改成书面致歉 并且昨天双方也在内部讨论 如何把文字表达更理想化 也推测今天带往协商的文件 可能就是书面致歉的文书 不过包括赔偿金事宜 是不是有谈到 海巡副署长许静芝 今天离开现场时 并没有多做回应 至于陆方代表 则是率先离开现场 同样也没有多做回应 双方展开协商会议 大约有五十多分钟 神情都不好的离开 是不是呢 没有具体成果并且未来 还会再次协商 外界持续关注 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 也就是因为这整起的 这个金美渔船翻覆的事件 所以引爆了两岸呢 现在在惊吓海域的管辖权争议 大陆国台办的底线 踩得满死的 他不断的强调说 大陆海警在自家海域 执行公务 被外界视为是台海内海化 现在两岸选者就解读啦 惊吓海域高度重叠 也真的很难划分 民进党操作过头 就破坏了原有的默契 至于呢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他访路的行程 是预计今天晚上 他将会见到大陆的 国台办主任宋涛 地点悬贷 多次见证 两岸关系 荣兵的和平饭店 预计呢 对于金门的这起案件 会表达立场 金门犯船案造成两名大陆渔民身亡 惊吓海域争端 持续升高 回归事件的癥结点 我方海巡署从有监视器 到根本没拍到画面 事件如挤牙膏般被动公布 让陆方有机会 以加强自身海域为由 先后出动大陆海监队 及海警舰艇编队 在金门附近海域 开展执法巡查 民进党本想借此事 凸显管辖权 却操作过头 上升到政治议题 打着抗中保台的旗帜 却从主动变成被动 最终让陆方有机会 宣示掌握金下海域管辖权 打破了民进党当局 过往的一些自身化界 应该说距离台湾更近 对于金门附近海域 乃至于台湾周边的 相关的海域 充分展示了 中国应有的这样一个管辖权 自今下海域争议后 大陆海警 平出没金门周边禁线区 美国企业与战争研究所 ISW则指出 大陆常态化的海洋执法 侵蚀台湾管辖所属的 海域管辖权 呼吁华府应明确表态挺台 潜力委国政量 更举例当年广大新案 就是在菲律宾水域越界 然后背开了25枪 开轰海委会主委管毕林 人死为大 起码要表现出一点人道主义 一天到晚讲我方有权执法 却演变成两岸后续出现 海警对海巡署的对异 两岸间不能不沟通对话 建立协商的机制刻不容缓 国民党副主席夏令延 附陆行29号校午 将与大陆国台办主任 宋陶会见 地点选在多次建政两岸 关系冗兵的和平饭店 预料对金门翻船案表达立场 记者的线片于上海采访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